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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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佛友大家吉祥 今天我们来谈观世音菩萨府门品 此经是我们汉传佛教 一般在家居士乃至出家人最常诵的一部经 浦门品出自于大臣妙法莲华经 就是我们简称的法华经 法华经是一部成佛之经 浦门品是观音菩萨与我们说佛众生的缘分 所以受此的人相当的多 那么获得观音菩萨感召得到加持的人也不可计数 那么今天师父就来跟大家谈谈如何修持普门品 那么修持普门品有以上哪些重点 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 普门何谓普门呢 普门就是普聚大悲救济因而显现的意思 名为普门 那何谓门呢 门就是同受观音菩萨救济的众生有种种不同的行类 名为普门 那么我们直接切入主题 那我们应当如何受此普门品呢 几乎一开始啊 无敬意菩萨呢 就问佛啦 观世音菩萨以何名媛 称为观世音 佛就说啦 观音菩萨观其音声寻声救苦 若有众生啊 若为大水所飘啊 称其圣号啊 及得浅出 若遇大火啊 色遇大火 火不能烧 若遇种种诛难 称其念观音菩萨之圣号啊 皆能够免难 从以上前面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不难发现 受此观音菩萨呢 一定要具足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呢 第一个我们要发菩提心 发心就是动机 你的动机啊 越纯越强烈的话呢 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果报啊 也就越大 所以发心是动机 第二个就是发愿 虽然我们凡夫啊 不能像菩萨一样 发如此大愿 但是呢 我们可以先发个小愿 按照自己的能力所及 能够做得到的愿 来发 例如说 弟子某某某 净行受 要受此普门品 弘扬普门品 输血普门品 或者是说呢 我净行受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是我们个人能力 能够所做得到的愿来发 所以受此普门品 第一个你要发心发愿 因为呢 观世音菩萨发愿 就是要度一切众生 我们发愿 你才能够跟观世音菩萨的频率相合 所以发心发愿很重要 再来就是一心诚明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所以前面整段经文都在谈 一心受此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精云念佛一句 罪灭何杀 所以我们修学佛道之人 一定要专一 一门深入的去修学这个法门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普门品的这一部经的功德 那么第二呢 我们修学普门品 第二个他谈到 我们受此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能够灭三读 能够灭三读 将三读转化成为戒定慧 里面经中讲 若遇众生 淫欲众 我们常念恭敬的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变得离遇 若多称慧 常念恭敬 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变得离身 若多余思 恭敬常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变得离身 那么贪欲啊 种种诸欲里面 为何要把淫欲摆第一呢 因为淫欲是众生轮回的根本 业不重 不生说婆 爱是轮回的根本 轮回的根本 所以我们修学佛道之人 一定要断淫欲 第二呢 称 帝章经讲啊 称慧啊 称慧 称慧心重的人啊 将来来世啊 佛生做人的时候啊 他这个相貌会非常的丑陋 非常的不好看 那么在六道里面呢 称也是属于六道里面 阿修罗道的果报 如果我们平常啊 称慧心很重的人啊 所以我们要实际令 观音菩萨的圣号呢 让我们的心啊 能够更加的调柔 像观音菩萨一样更加的死背啊 因为啊 你此生啊 你这称慧心啊 若不 调柔的话呢 将来啊 死后就是做阿修罗道 那么第三 愚痴 何谓愚痴呢 我们这个世间啊 有很多人啊 是不信因果的 那么呢 不信因果之人呢 也可以称呼叫愚痴之人 愚痴是畜生道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修学佛道之人啊 一定要记得 常愿恭敬观音菩萨的圣号 变得啊 能够脱离种种的猪难 种种的苦难 乃至呢 能够将三读啊 化成为戒定位 所以修辞普门品 前面讲的 发心 发愿 一心受辞 受辞观音菩萨的圣号 进而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书写 供养观音菩萨的圣像 书写 普门品 乃至呢 然后进而呢 去跟他人分享 去推广 流动 那么 受辞普门品啊 里面还有提到啊 若以六十二亿啊 横而杀 来布施供养啊 十方诸佛啊 跟我 布施啊 在供养观音菩萨的圣像 乃至呢 抄写这个经卷啊 功德都是一样 不可思议啊 所以啊 里面讲 一心成典观音菩萨圣号啊 可以得 无量无边的福德啊 受此此经啊 福不堂圈啊 经中要讲 福不堂圈啊 意思说 送此经啊 我们可以获得 无量无边 不可计数的福报 那么第二呢 还有一个重点 也就是 无敬意菩萨呢 把他身上的这个 中宝朱音诺啊 谢景中宝朱音诺啊 来供养观音菩萨 那么一开始呢 观音菩萨不肯受之 那么呢 释迦佛呢 就跟观音菩萨讲 我们要悲悯众生 后来呢 观音菩萨呢 才免 才接受释迦佛的劝说 才接受无精役菩萨的供养 然后进而呢 观音菩萨在把 珍贵的朱音诺 在供养给释迦佛跟 多宝佛塔 那么从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寿司普门品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修习六度菩萨蜜 哪六度 布施 慈戒 精进 忍辱 禅定 智慧 所以整部普门品 都在告诉我们 要行六度菩萨蜜 行菩萨道的人 这六度菩萨蜜 非常重要 例如 我们呢 布施当中有 才师 法师 无畏师 观世音菩萨呢 寻生救苦 任何众生 有所求 观音菩萨呢 不辞疲劳 不辞疲倦 能够满众生的愿 名为无畏师 何谓法师呢 我们将法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受益 名为法师 那么我们布施钱财 给需要的人 乃至我们可以作为 内财师 何谓内财师呢 内财师就是呢 我虽然没有钱 但是我有 专业的技术 知识 我传授给他的人 或是我用我的 这个身体 劳力 我去当义工 都名为叫内财师 那何谓慈戒 一心慈名 观音菩萨圣号 毫无杂念 名为慈戒 何谓精进 精进就是呢 一天二十小时 我的念头啊 念念观世音 招募观世音 心中只有 观世音菩萨 名为精进 那么何谓忍辱 一般世俗人 成名于五欲六成之乐 那我们修学佛道之人呢 我们是离五欲六成之乐 离五欲六成之乐 名为忍辱 那么何谓禅定呢 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名为禅定 智慧 众生本 众生佛性 本具智慧 只因无名业障覆盖 所以我们透过啊 念观音菩萨圣号啊 观音菩萨的功德力啊 加持力 会让我们的烦恼 妄想会慢慢的越来越少 进入我们的佛性的智慧 就会慢慢的展现出来 名为智慧 所以受此 普门品 告诉我们 我们要发心发愿 一心词敏 观音菩萨圣号 一心受此 普门品 乃至书写受此 所以我们要行六度佛罗蜜 再来 也是整个普门品 休息的重点 也就是要休息五关 那么也是整部法华经 最主要的重点 哪个五关呢 在后面的祭奏里面有提到 真关 清静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词观 常愿 常瞻仰 这五关 是观音菩萨 乃至十方诸佛菩萨 历节以来 所修的一个功德力 那我们凡夫呢 也应当如是去学习 何谓五关 第一个我们先讲真关 何谓真关呢 真关就是 证不识以空也 要证得不识以空也 要证得不识以空也 那么呢 即是真空关 也就是心经 所讲的 昼见五蕴皆空啊 所以我们平常呢 要如何修行呢 在佛堂啊 最好啊 我们花个时间 半个小时 来打坐 然后呢 我们修行空关呢 第一个 你要先关一切 外境 皆是圆生之靶 圆起圆灭 因圆合而生的 当体极空 本非十有 三合大力 一切的这些外境 通通都是圆起圆灭的东西 圆起圆灭的一个外向 那进而呢 进而呢 你要去关圆生之靶 圆生无性 当体极空 本非十有 进而再关到我们的智生 我们这个人啊 智生啊 四大甲合 原非十有 终归于坏 这个圣生啊 地水火风啊 终归啊 灰灭灭的时候 我们啊 先关外境 再关智生 关智生的目的就是什么 我们众生有种种 诸多的苦恼 烦恼 就因什么 把这个我看得很重 所以我们要把我 把它破除掉 因为众生会有轮回 就是因为有我 这是我的 这是 这是谁的 会有种种的分别 因为我造诸了种种的恶业 所以呢 进而我们要关智生 四大甲合 原非十有 中规于坏 进而在关什么呢 在关六四旺心 何谓六四 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对六成 色生相位处法 产生的六四 我看到这个美女 我看到这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听到的 闻到的 好的坏的 我们呢 都会产生意识 好的我就 我就喜欢 贪卓 不然我就排斥 殊不知啊 这个六四旺心啊 都是假象 都是假象 所以我们要关六四旺心 一根原成而有 生灭无常 若离根成 本无自信 如是啊 内空我相 外妄法子 断见施惑 正真 正得真地理 名为真观 所以我们修学啊 浦门瓶啊 一定要多花点时间 在禅坐上面 你要观如是观真观 第二个清静观 何谓清静观呢 简单讲就是呢 一切众生啊 极有如来德性 只因妄想烦恼 覆盖住 而不自知 我们的心啊 本质清静 只因啊 无名烦恼 给覆盖住 所以我们被五欲六成啊 给蒙蔽的 给迷惑的 而不自知 那我们要如何来修学呢 我引用 杂阿含经里面 有这么一段 修学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阿含经里面提到啊 我们啊 要如何修学呢 就是以眼 眼对色 看只是看 耳对声 听只是听 我们对任何外境 哪怕我们吃的东西 食物 我们呢 对这些外境啊 不许任何分别执着 看只是看 听只是听 不要忘加有我的意思 我的观点在这里面 单纯的去看待它就好 如金刚经所说的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我们对 对这个相 要不取于相 要如如不动 你才能够慢慢去发觉 哎 我们原来有一颗 如如不动的 明明 白白的一个觉知的一个佛性 就这样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清净心 所以我们要日常生活之中啊 应当努力去休息 清净观 第三 广大智慧观 何为智慧观呢 简单讲就是我们学佛之人啊 不可以执着于任何一边 不可以执着于有 也不能执着于空 我们要忠道不恶 不依不义 不离不废 不娶不捨 圆融无碍 作片法界 名为广大智慧观 这个智慧观啊 我们修学佛法 目的就是要破除我们众生 内心的种种疑惑 所以啊 我们不能有高下想 认为说啊 这个法好 那个法不好 这些分别都是我们妄心所造 它不是真实的 法无高下 法是平等 所以我们修学佛道之人啊 这个智慧观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时常啊 勤修练习 你才能够跟菩萨相应 那我们认真的去受死这部经呢 会更加的殊胜 名为智慧观 那么第二个呢 悲观及词观 这两观啊 它是一体两面的 何谓悲观 悲在佛教用词就是 拔苦 拔众生的苦 那么师父呢 用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转化 你要将众生的苦 失为是我自己的苦 那么呢 我呢 要去了解 众生的苦 在哪里 进而呢 我能够呢 给予他什么 所以慈观 慈是给予 悲是拔苦 我们要先去了解 众生的苦难在哪里 进而给予 他所需要的 去帮助他 所以这是 五观啊 是整部 普门品 也是法华经 修学的重点 那么在这里呢 跟大家透露一下 这五观啊 你如果能够好好努力的去修持这五观 有机会呢 你们接触华言经的时候 华言经有个法界三观 华言经的法界三观 是建立在这五观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们要修学菩萨道 一定要先把这五观的基础 打稳来 你经常在去读 法华言经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知道 法界三观的那种境界 菩萨的境界 所以师父呢 以下呢 再重复一遍 收修持普门品 要发心 发愿 一心慈名 观音菩萨的圣号 一心受持普门品 乃至书写 抄写 那进而呢 在日常生活中啊 行六度波罗蜜 行着五观 所以啊 修学整部的普门品 就是五个方法 八心 八愿 慈名 观音菩萨圣号 进而行六度波罗蜜 修学五观 那么呢 请不要小看普门品 若肯好好受持普门品啊 等同于你受持整部法华经的功德 那么你在受持普门品啊 等于啊 你在行菩萨道 那么我们离成佛不远 乃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望 上品上升都不是问题 那么师父呢 今天呢 修持普门品的解说呢 到这里为止 那么也希望呢 大家能够有所受益 大家一起互相勉励 那么师父在这里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 合家平安 吉祥如意 观音菩萨 那点火 是 一 Context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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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